张桂琴62岁 散偶 一刷厂打字员退休 退休金21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50平米 大姐今天有点紧张 确实有点紧张 从啥时候开始紧张 从我给你打了电话 我就是两天都是有点紧张 从两天前进来紧张 对 现在好一点 现在好一点了 见到我之后好一点了 对 因为是甜甜嘛 对对 看得出来 张大姐确实是很紧张 红娘为了帮助张大姐 舒缓情绪 给张大姐提了一个建议 先找一件 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 你弹好 她不经常太紧张了 那不行 我弹不了了 愁愁这张大姐紧张的 弹琴的手都有点抖了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心理建设后 张大姐终于弹了一段完整的曲子 大姐弹得太好了 刚才弹的这是啥曲啊 这是婚事 我其实有点还是紧张 是我感觉到很紧张 一曲弹完 张大姐紧张也消散了 她说今天弹的这首曲子 名叫婚事 是一首对唱情歌 也希望自己今后的人生 可以像这首曲子一样 真挚而圆满 在张大姐完全放松下来之后 又给红娘展示起了一段舞蹈 虽然到了这个年纪 可是张大姐还是希望自己的生活 可以丰富一点 张大姐说 眼前这幅十字绣 就是自己苦中作乐 最好的证明 其实我绣了三个月 那时候正好我老公病的时候 就是刚有病的时候 我就在家守着她 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时间 就是做点什么 然后我就边看护她 然后有一点时间 我就绣这个东西 我就现在就拿起来 我就回忆那个一幕一幕的那个 就记得 现在拿着这个东西 在回忆当时也觉得很感慨 对 那时候老公刚生病 然后你一边绣这个 一边照顾她 其实这个也承载了 就你陪伴她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 走到那个伤心的地方 没事没事别哭别哭 所以我就拜的这个东西 就是好像是一个记忆 这个也承载了 你最难过的那段时光 是不是 没关系大姐 这个更好的日子 已经过去了 现在呢 她要见证你新的开始了 张大姐的丈夫 是在2018年1月份 因为胆管癌去世的 她说老爸在世的时候 她尽心尽力地照顾过 所以现在也没什么遗憾 该放下了 有一定的素质的 跟我能 就是挺大 就大吧 就是有工资啊 或是三年以上啊 就是身体一定要健康 就是找欠赏 这个父亲的 因为我哥呀 或是我父亲呢 好像他们都是欠赏的 也认为欠赏的 那个就是 就是好像人都比较那个稳单 那一年 也认为欠赏的